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 奥韩或显南魔 综艺节目就爱台湾 为主持人杰克 前年1月已因走不出女友病逝 在她怀中死去的伤痛 在竹屋处上吊身亡 德年25岁 今是逢她离世 二周年与她情同兄妹的安妮 投出两人合照 发文缅怀 并感性写下 我每天都在想你 安妮在脸书表示 哥哥你那边好吗 我每天都在想你 谢谢你一直都守护我 永远爱你 Rest in peace 粉丝纷纷留言 安慰哥哥会一直在你身边守护你的 他是一个快乐的天使 你哥哥一直都陪伴在你身边 从未离去 杰克生前把安妮当亲妹妹照顾 宠溺她的程度 是宁愿自己睡地板 也要让出比较大的位置 让她休息 还会帮她吃光不喜欢的食物 两人曾约好要出席彼此婚礼 在杰克离世后 安妮增苦者说一定会为你留一个位置 希望你一定要到 令人不舍 自由电子报关心您 自杀不能解决问题 勇敢求救并非弱者 社会处处有温暖 一定能度过难关 安妮发文缅怀是如哥哥的杰克 翻设自脸书 走 要不知 便宜 年轻人 遇见